接下来我要介绍透视剪裁 也就是说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圆圈 记得哦 现在只有这十个圆圈 跟一条直线 还有这十个圆圈圈 所以怎么样去把它全部都展开 全部都变成 比如说100个圆圈圈 加做一个展开 物件底下的展开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 这边把它放在一起 当然物件是有上下的 物件是有上下 比如说上面这个物件 我们是取它的形状 下面的物件我们是取它的颜色 下面那个物件是不是就是圆点 全部都排在一起 选到这两个物件之后 然后去做物件底下的剪裁 遮瑟片制作 点下去之后 是不是就把那些圆点全部都填进去了 这件事是对你们在设计上是有帮助的 好看 好看